所以过去造的因今世才会受果报 湖南南边有一个人叫于一郎 生前喜欢放生和塑造佛像 死后突然之间魂魄飘飘荡荡 在大道上看到有很多的飞禽走兽 鱼都游在空中 很多的飞禽走兽都来迎接他 因为他放生很多 他又看见一千渔民和尚 就是一千多位和尚 他们一起在合掌一起在供应他一样 到了一座宫殿 这个时候阎王老爷检查他生死簿 一看上面写着 赎麦动物傍生救护动物 阎王老爷一看 很难得的微微一笑 因为阎王老爷不笑了 所以马上说命令判官增加24岁 为什么 一轮是12岁 给他增加放生的功德 两轮 那就是24岁 穿官衣的差人就领他回去 过一会儿 他又醒过来了 希望你们多放生 也会把你们领回来 众善因得善果 很多人的受长是靠放生得来的 今天众的善还未报 是因为善种还没有完全成熟 尤其刚煮熟的饭 闻着不会马上香一样 继继继续放生 继继续做好事 继续行善 继续救度众生 你一定会闻到香喷喷的慈悲之饭 继续筏 继续 show 继续